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新报告展望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将是明年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长的一大潜在威胁 同时中国2012年经济增长率将从今年的9.3%下降到8.5% 随着中国大中城市的平均房价下滑 一些专家认为中国房地产泡沫正在破裂 而中国经济回归实体经济才有出路 经济组织11月28号表示 房地产市场低迷将会导致中国银行呆坏账比例上升 与此同时经济组织预测 2012年中国全年通货膨胀率将从今年的5.6%下降到3.8% 中国明年的出口增长速度将下降到7% 今年10月份中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房的环比平均价格 两年多来首次出现下降 主管房地产调控的中国副总理李克强11月25号表示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 即使房地产交易量下降 也仍然要保持给中国房市降温 纽约城市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飞认为 北京当局可能确实真想把楼市控制住 因为楼市一枝独秀的话 整个中国经济别的方面都被它掏空了 因为楼市的确实带来很多负面效应 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有贫富差距 也是社会的这个各方面的不满情绪非常普遍 这样楼市如果下来的话 可能对解决这个通货膨胀 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利的 纽约时报报道 在上海大约有六分之一的高级住宅是没有人住的 在北京为四分之一 在深圳附近为三分之一 中国房屋的空置率已超过国际警戒线 报道同时质疑中国房地产泡沫 是否已经开始出现破裂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叶谭 29号发表文章认为 在房地产调控成效刚刚出现的同时 中国房地产调控定向放松的迹象也已经显现 文章列举了南京公积金贷款 恢复最高可贷额度 杭州首套房可获补贴20万 北京调整普通住房平均交易价格 优惠政策和税收优惠 长州重庆等各地也出台不同的购房补贴 叶谭指出 如果房地产投资下滑 将使投资拉动的经济出现快速下行风险 而中国经营网对此发表评论认为 有的地方政府贸然出手旧房地产市场是在玩火 客观上在弱化中央政府宏观调控 阻碍中国房价的下降 最终会导致失信于民 经济学家谢中国 11月11号在财新峰会上表示 今年下半年房地产泡沫已破裂 中国经济从组的开始就是房地产调整 房价高 政府有钱 老百姓没钱 这个经济不可能得到平衡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 埃肯商学院谢田教授则表示 房地产泡沫破裂 会使依赖土地财政的各地方政府失去巨大的利益来源 加重地方债务 华尔街日报引述中共国务院 副总理李克强26号的讲话说 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不转型 不仅长远发展不可持续 而且当前平稳较快增长也难以保持 谢中国指出 中国经济这几年搞不好就是房地产引起的 中国未来几个月房地产企业出现倒闭的时候 如果政府救的话 对中国长期来说就是负面 因为又一次证实中国赚钱的模式就是绑架政府 绑架银行 这个经济模式不打破 中国经济是没有出路的 新台人记者刘慧李元翰 肖宇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